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夏天的天气状况 中度台风卡努 它的行进的速度已经开始变缓了 所以使得它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 从礼拜三到礼拜四 延后到礼拜四到礼拜五 目前它的位置在我们的东北方 大约910公里的海面上 还是一样它的暴风圈范围 应该不会登陆 但是礼拜四礼拜五 有可能会达到海上台风警报的等级 就接近的程度可能会到海上台风警报 所以我们就来观察卡努台风 在未来的行进路线 那今天受到了卡努台风外围的影响 那么首先是它在我们的东北方 所以对于北部地区 以及东北部地区 仍旧是带来犹豫的天气状况 所以今天你看到基隆 台北市 新北市 还有桃园市 降雨几率偏高 那么降雨几率呢 50%到70%之间 离开这个范围 那么受到的是外围的 外围的下沉气流的影响 所以呢中部地区 南部地区 还有包括了宜兰花莲台东地区 稳定 中午前后要注意呢 比较相对炎热 不过因为吹东北风呢 那么不至于到356度 但大概有345度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温度 还是要提醒大家来注意 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北部地区 多云时应短暂 正雨 降雨几率7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2度 中部地区 多云到晴 降雨几率只有1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3度 南部地区 东部地区 多云到晴 降雨几率都是0 白天的温度是25到33度 澎湖地区 晴时多云 降雨几率也是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1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 台中 高雄 还有花莲跟台东 目前都是26度 台南28度 宜兰跟澎湖27度 好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 当然涨幅都不算太大 不过呢 都从昨天呢 是这个在平盘上下来回整理的 这个情况呢 在最后一盘 拉到了相对的高点啊 道琼公益指数呢 就上涨了100点 收盘指数是35,559点 涨幅0.28% 纳斯达克呢 则是上涨了29.37点 收盘指数是14,346点 涨幅0.21% 标普白指数上涨了6.92点 收盘指数是4589.15点 涨幅0.15% 费城半导体上涨了9.87点 刷盘指数是3861.63点 涨幅0.26% 一方面呢 等待这个礼拜科技上面呢 还有许多的公司 所公布的财报 另外一方面呢 主要其实要等待 这一个礼拜五 美国所公布的 7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 要知道就业状况呢 究竟目前是稍微的 舒缓一些 还是非常的吃劲 那么最重要当然就是 就业成本到底提升多少 因为这对于未来看通膨呢 到底有没有成绩呢 其实影响是大的 好 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 在金融市场 其实小涨小跌幅度都不太大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的是油价 油价持续的上涨 已经来到了4月14号以来的 最高收盘价 纽约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1.22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 81.80美元 涨幅1.51% 过去这一个月累积涨了 15.8% 那么这个收盘指数是 收盘的报价是 每桶81.80美元 而白布兰特原油呢 也上涨了1.02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来到了 85.43美元 那么一个月呢 涨了13.34% 昨天呢也涨了1.21% 要特别注意的是呢 油价呢 从这个6月底 开始呢 震荡不断地走高 那现在呢 因为在全球的原油库存减少 那当然它的各个地区不太一致 就中国大陆跟日本的库存还在增加 美国跟北欧的库存还在减少 那这个整体来说的减少 尤其美国跟欧洲的这个减少呢 就使得油价在未来可能还有支撑 这对于抗通膨来说 当然是不利的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农粮价格 加个黄豆期货下跌了3.67% 加个小麦期货下跌了5.32% 加个玉米期货下跌了3.5% 另外在贵金属的部分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呢 在12月的期货呢 是已经突破了2000美元 那如果8月9月到期的话是还没有 但是因为现在最活跃的这个期货呢 是12月的 那么12月的黄金期货呢 上涨了9.30美元 每二次的报价是2009.20美元 涨幅0.47% 整个7月呢 黄金呢上涨了2.1% 是今年3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当然如果以现货价来讲的话呢 每盎司报价现在是1964美元 另外呢 在白银的期货的部分呢 上涨了1.95% 整个7月呢 涨了8.5% 铜的期货呢 上涨了2.08% 整个7月呢 涨了6.6% 把金的期货上涨了2.9% 整个7月 这个上周一周涨了44% 好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呢 上涨了0.27个百分点 来到101.9% 就整个7月来看的话呢 那么美元指数还是下跌的 贬值了1.1% 是3月以来的首度下跌 我们也看到就是黄金也就出现 3月以来的首度上涨 但是呢 在7月的下半个月呢 我们就看到美元指数呢 出现了止跌上涨的一个情况 所以今天凌晨呢 继续的上涨了0.27个百分点 来到101.90 那现在在亚洲盘的美元指数呢 还在继续的上涨 上涨了0.24美元 这里面呢 美元昨天对欧元对英镑 尤其是对日元都是升值的 因为日本央行在上个礼拜五呢 意外的在殖利率曲线上面呢 采取一个相对盘性 而有点宽松的一个作为 市场一度以为 日本央行呢 要改变它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 但是昨天呢 那么日本的年期公债殖利率 上升到0.6% 日本就立刻介入 然后买进公债 代表的是 其实它还在超宽松货币政策 所以昨天呢 日元对美元呢 就贬值了0.8% 来到142.27日元对亿美元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 小跌小涨 英国金融事报 白总股价指数 小涨了5点 涨幅0.07%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小跌了22点 跌幅0.14%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呢 小涨了21点 那么收盘指数 7497点 涨幅0.29%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 是联准会的调查 联准会呢 每一个月 每一季度 每一季度呢 它都会根据这个 就是调查 它去调查呢 那么银行业的资深 核贷贷人员 就来去了解 目前的贷款需求 以及 他们的核贷标准 结果呢 最新的调查 银行业第二季 不管是在贷款标准上面 更加收紧 然后呢 对于 那么现在的贷款需求呢 也持续疲弱 这个调查 显然不利于 美国未来的 民间投资 而且是所有的贷款类别 包括了信用卡 还有包括了属于投资相关的 商业跟工业的贷款呢 都出现了贷款标准拉高 而需求减缓的一个情况 好 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欧洲 欧元区呢 昨天呢 公布了这个7月份的CPI 结果呢 它的7月份的CPI呢 年增率是5.3% 这跟6月份的时候的数字啊 对不起 6月份 对 那么跟6月份的5.5%相比呢 是微幅的下滑 但是如果是以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来看的话呢 跟6月份持平都是5.5% 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所公布今年第二季的经营成长率 重返成长 第一季的时候是零 完全没有成长 但至少也没衰退 但第二季呢 成长0.3% 但这主要是因为爱尔兰第二季的GDP呢 大幅度的上涨了3.3%所致 那么德国其实是负的 好 那法国和西班牙是小幅度的这个上涨 所以呢 从这角度来看的话呢 德国的经济仍旧 欧洲的经济仍旧低迷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通膨已经有微幅的降温 而这个欧洲的经济呢持续低迷 所以现在呢 那么开始有经济学家押注说呢 欧洲央行在9月份升息的几率降低 因为他们现在呢 不管是在这个出口到中国大陆的部分呢 那么成长不如预期 然后同时呢 企业对于新贷款的需求降到了历史新低 而德国的这个企业信心指数呢 连续三个月下滑 这些都是属于经济相对低迷的一些讯号 那我们来看到刚刚提到了 日本央行在上个礼拜五呢 意外的宽松货币政策 就是呢 将它的殖利率曲线 从0.5% 开始出现一些弹性作为 但到底是0.6% 0.7% 0.8% 还是1% 他们才要介入购债 就昨天呢 0.605% 日本10年期公债的殖利率 来到了0.605% 日本央行就介入操作 购债21亿美元 大概相 就是购债3000亿日元 相当于21亿美元 所以市场呢 判断 这还是一个超宽松货币政策 所以我们看到呢 它就出现的是股涨 就是它的股市呢 是只要汇市跌 它就会涨 股市呢 上涨了412点 日经二入指数 涨了1.26% 来到33172点 这个来到了 这个四个礼拜的新高 而这里面东正指数呢 则是创了33年来的新高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昨天公布了7月份的制造业 PMI指数 虽然连续两个月微幅的上升比6月份上升了0.3个百分点 来到了49.3% 但是人就在景气融窟线50之下 而非制造业的部分呢 则是连续的下滑 那么继续呢 来到了51.5% 比6月的53%要来的低 那么也比预期要来的低 那都凸显出呢 那么整个经济人就相对的低迷 不过在政策上面呢 从上个礼拜一 中国大陆的中央政治局呢 公布了这个多项的振兴经济的一些方案 不管是这个资本市场的部分 房地产的部分 然后消费的部分啊 等等的都有很多的改变 所以我们看到呢 现在在房地产市场的部分呢 一线城市包括了北京深圳广州上海 都出现了这个房地产的松绑的迹象 另外呢 昨天大陆的发改委呢 也提出了20条促消费 就鼓励花钱的措施 这个呢 使得在这个陆港股的部分呢 上个礼拜啊 其实是相对强势的 上证中和指数昨天呢 那么继续上涨 上涨了15点 刷盘指数是3291.04点 涨了0.46% 深圳城市呢 上涨了83点 收盘指数是11183点 涨幅0.75% 香港恒生指数 继续上涨了128点 收盘指数是2045点 涨幅0.65% 又重返了2万点的关卡 好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昨天大怒神开高 但是呢 很快的在10点半过后 一路震荡走低最后呢 在11点多的时候呢 翻黑 那么一度曾经大跌超过200点 但是呢 就收盘的时候呢 是下跌了147点 收盘指数 17145点 跌幅0.85% 成交量放大到4932亿元 那么这里面呢 最值得关注的当然就是上下的点位的差距 高达382点 而且在盘面上面呢 许多的AI的指标类骨 通通通都被打到跌停 最明显的当然就是创意 然后这个 还有包括了 这个广达 还有伪创啊 等等 都被打到跌停 而有多家的AI股呢 也都是大跌的 好 那么OTC呢 也是开高走低 最后收盘的时候 下跌了2.10点 跌幅0.94% 成交量放大到1386亿元 这创下了OTC史上的第四大量 所以集中市场跟OTC都是价跌量增 而在外资的动态的部分呢 外资昨天卖超88亿元 期货呢 也是这个加空 加空4821口 使得累计的这个期货呢 由近多单转为近空单 3786口 那么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货币哦 那么新台币 昨天继续的小幅度贬值了4分 来到31.43 但整个7月呢 新台币成为亚洲最弱货币 贬值了2.95角 那么贬值的幅度达到了 0.94% 好 所以呢 今年以来呢 新台币已经对美元 贬值了2.3% 在亚洲货币当中呢 尤其7月是最弱的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台北股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